合同显示,2007年2月,小夏的爷爷以29万元的价格在绍兴岳城区的鹤池院小区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。 合同第一条有部分手写文字,说房子附带有3到4平方米车棚一只。 所谓的车棚是指房子一楼架空层分隔出来的小房间,不计算在房屋产权面积内。 小夏说,他爷爷买下这套房子后,一家人在这个小区住了3年左右,之后搬到别的地方就把这套房子出租,到现在出租也有10年左右了。 最近租客说,想用车棚。 那我们就来带他来这个车库,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用过,以前也用过,然后我们开门开不开,然后发现被两把锁锁住,然后被别人占了。 小夏爷爷买的那套房子在小区87庄,至于车棚说是位于小区86庄,编号是29。 不过,在小夏提供的这份合同上,并没有标注车棚编号。 小夏说,那天请师傅来开锁,有对父子走了过来。 是小区86庄某一户的业主,表示这个车棚是他们家的。 这个我们说是车库,那你们现在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它是你们家的? 车库的话,首先我们合同上面是写着的,合同上面写着买房和车库的一起的。 然后另一个是我们前业主,是我们买房的那个人,他是可以证明我们当时卖房的时候,房价车库一起的。 据小夏了解,贺池院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的拆迁安置房,一开始没有车棚,分房后一两年,车棚才被隔了出来。 由当时的社区负责分配,一个车棚的价格是500块钱。 每位购买车棚的居民都会收到一张盖了社区公章的单据,上面会标注车棚编号。 小夏说,现在两家都说车棚是自家的,关键还是要找出这张单据。 记者联系了2007年卖房给小夏爷爷的陈师傅。 车库的编号您还记得吗? 我也忘了。 你当时为什么没买在你们那种房子楼下呀? 我们那边没有的。 我们那边底下是住人的。 当时买的话有没有什么凭证的? 凭证应该有的。 那现在还能找到吗? 我感觉,这是我老婆给他买的,也许我们给他了,他也丢了。 这个应该是社区有的,社区说送到街道,街道说找不到,到底这也不可能的。 小夏没有86庄那位业主,也就是他所说的占用车棚那位业主的联系方式。 具体是哪户他也不清楚。 这一庄楼下有不少居民记者打听了一下,大伙都说不知道那个车棚是哪户业主在使用。 小夏说,之前属地社区帮双方协调过,对方向社区出示过一份购买车棚的凭证,他们没见到。 那户上面的搜据的话就是94年几月份,名字加几栋几市,再加上编号,付款的款项,那么第六居委会的一个章是这样子,大致就这样。 那有没有看到过实物啊? 实物没看到 它是照片给你看到的 社区的宋书记说,赫池社区是2001年成立的,这之前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。 为了核对那张单据的信息,他还专门找了另外一位老居民,要了一张单据的照片对比了一下,两张单据的格式是一致的。 他帮记者联系了那位业主,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。 宋书记介绍,那位业主是这里的老居民,从小区建好之后就一直住在这边。 他们想找一下那个就是原始的单据能找到吗? 找不到,我们社区没有档案。 那不是应该会有存档的吗?既然当时有这个像他们交费啊什么的? 这个以前是高兴去开发的,那具体已经交给谁我们不知道,接到我也给他去问过了。 赫池院小区没有物业,这些停车棚除了最初购买时要交500块钱之外,后面不需要再交任何管理费用,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调查。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,小夏表示,他们一家人离开这个小区也有10年左右了,也不排除老人家记错了车棚的编号和位置。 希望宋书记再帮他们问问看,相邻几个车棚都是哪些业主在用?宋书记表示,后续会做这方面的工作,试试看。 邮报、黄剑,记住报道。